第三次世界大戰一觸即發 什麼俄羅斯跟烏克蘭啊 中國跟台灣啊 伊朗對上以色列啊 世界亂成一團的時候 各位覺得 如果世界大戰開打 美國會贏嗎 在這裡告訴大家一個很不幸的想法 我認為 美國不會贏 美國的驕傲 歷史上最強大的海軍 世界的警察 西太平洋的自由之盾 現在請了變裝皇后來招募未來的 水師 也就是說未來 除非策略是讓俄羅斯或是解放軍 噁心死或是笑死之類的話 我們美國會完全失去戰鬥力 美國變得越來越弱 但是沒有關係 美國人可以變得越來越剛強 說真的 政府越小 反而人民就變越大 今天帶給大家一個勇氣的希望 一位國中生站出來說話 在校董會大聲的說出 連現在的大學生 博士生專家教授都不敢說出來的事實 就是性別只有兩種 男人跟女人 如果學校不能接受這樣的事實的話 那學校就沒有存在的必要 節目的最後跟大家一起討論一個 現在很多人的迷思 資本主義是奴役人的嗎 美國錯了嗎 資本主義造成了人不自由嗎 今天來好好的討論一下 我們除了隨波逐流 還有什麼其他生活的方式 首先我們要感謝每個月支持我們的會員 目前每個月固定支持我們的人 大概有差不多98個 還差兩個人就到100人了 其實我們每個月都是在經歷經濟危機當中 所以在我們開始之前 進去我們的Coffee 參加我們的會員 直接的來支持我們現在做的事情 這個頻道是100% 由你這個樣子的觀眾來支持的 我知道大家生活都不容易 生活都很忙碌 賺錢很辛苦 但是我們真的需要大家的幫忙 而且不只是在金錢上面支持我們 我們還希望大家可以跟我們一起進步 一起改善自己的人生 一起傳達正確的價值觀 加入我們的會員之後 可以參加到我們的Discord的聊天室裡面 裡面100%都是跟你一樣志同道合的人 不然他們就不會來支持我們現在做的事情 抵抗左派的文化侵蝕 我們每一個人都要一起付出 而且合一的抵抗 請幫我們按讚留言分享這個影片 當這個新聞頻道的後盾 讓我們可以一點一滴的翻轉這個時代 從自己的家庭開始建立基督的價值觀 在我們的社會裡面 我是Edan 歡迎回到今天的AI News Sing 這個東西是很奇怪的 就是很吸引眼球的 我們有非常多的影片都非常有意義 但是通常標題越是露骨的 點閱率就會越高 就算我們的觀眾都應該已經知道 我們是一個基督教的頻道 不會有那些奇怪的東西存在 但是說真的 這些奇怪的性錯亂的新聞 實在是到處都是 躲都躲不了 不只是網路上某個奇怪的角落 或者是某一小部分很奇怪的人 或者是很奇怪的公司 這些東西在我們的政府裡面 在我們的教會裡面 甚至在我們的軍隊裡面 我們美國的驕傲統治世界的力量 歷史上最偉大的海軍 剛出了一個最新的招募方針 他們大概沒有跟 Bud Eye 這個新聞 學到這個教訓 以下是美國的海軍 未來維護世界和平的先鋒 台灣人們不用害怕 西太平洋的自由之盾 美國第七艦隊會來保護你們 他們熊啾啾氣昂昂的水師 會穿著這個樣子的制服來去保護你 就是這個水兵 同時也是個變裝皇后 她不是個變性人 她只是個變裝皇后 24歲的 Joshua Kelly 在舞台上的身份叫做 Harpy Daniels 她非常高興 而且公開的在海軍裡面 公開她的表演的內容 同時她也是海軍的 Squadron Administrative Supervisor 中隊行政主管 她還有參加很多的對嘴大賽 然後她的行為 在各個場合上面 穿著不同的裙子 目的是要提升士氣的 OK 真的夠了 各位覺得士氣被提升了嗎 感覺俄羅斯完蛋了嗎 中國共產黨完蛋了嗎 這個就是我們美國的 正義之師的招募方式嗎 那你可能會說 對不對 這就是海軍啊 對不對 海軍GayGay的 不是所有的人都已經默認了嗎 我對於現在的 這個美軍的最新的招募方式 最大的問題 不是因為這很頹廢 很放蕩 然後又只會帶來反效果 我對於這個海軍的招募方式 的問題就是在於 這個是純粹是在浪費錢而已 因為美國的海軍 已經有非常高檔的 多元的招募產品了 讓我們來看一下 從1979年的 美國海軍的招募方式 從1979年的 美國海軍的招募方式 這也是一個很容易被嘲笑的一個招募廣告 不過那個還比較能代表 就是真正的多元 裡面有牛仔 印第安人 工地的工人 美國的陸軍 美國的海軍陸戰隊 空軍 邊境管理局 應該都在裡面 沒錯 這是一個很愚蠢的廣告 跟Top Gun比起來的話 就真的表示就是 我們海軍一直以來都算是一個比較 不太聰明的一個部門 一直以來好像都是這個樣子 每個國家的海軍其實都不怎麼樣 OK Winston Churchill最有名的一句話 就是說 別跟我扯什麼海軍的傳統 海軍就只是藍母酒 性泛濫 還有假睫毛而已 那一直以來就算是70年代的海軍 一直以來都是被嘲笑的 都是被說成就是 吸引那些比較 比較溫柔的男人 比較弱的男人 就是如果說我想要當軍人 然後又要有軍人的福利 但是我又不想要有生命的危險 或者是去住很不舒服的地方的話 那我可能就會參加海軍 那之前海軍的軍人 至少我認識的海軍的軍人 會對這些批評做一些反擊 他們會說什麼 你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閉嘴 我們海軍怎樣 我們之前訪問過 那個Daniel Mercury 就是海軍的Search and Rescue 他就說 我們是特種部隊 我們是開著全美國最先進的直升機 帶著全美國最先進的夜視鏡 去全世界最危險的地方 拯救最需要被拯救的美國人 我們很多東西都是最高級的 他們會說 你們有航空母艦嗎 你們說自己是陸軍 我們在海上不管去哪裡 哪裡就是美國的領土 帶著美國的權威 美國的sovereignty 陸地主權到全世界 空軍的飛機 還都沒有我們多 OK Top Gun 一個關於飛機的電影 怎麼沒有找你們空軍掰 因為海軍才是最強的 懂嗎 總之他們是會反擊這個樣子的說法 但是現在的海軍 他們是完全接受這些性變態的東西 而且還把這個東西當成一個招募工具 所以接下來的美軍會變得非常糟糕 除非美國是有什麼沒有人知道的秘密武器 不然我們沒有任何的男人會想要去參加在這種軍隊裡面 你可以想像嗎 你在國外的戰場上 人生地不熟 面對槍林彈雨 離你的心臟停止只差一公分 然後旁邊又是榴彈的 手榴彈爆炸的這個爆炸聲 你人生在前所謂的危機當中 飛機 坦克 狙擊手 各種惡劣的環境 你唯一能相信的就是你身邊的戰友 它是你最有可能活下去的幫手 它是你死了的話 它會把你的英勇士忌還有遺書拿去給你母親的好友 然後你一轉身 是個戴著假髮戴著假睫毛 穿著女裝的變態 這是一個完全相反 而且墮落的生活方式 而且墮落的不只是美國海軍而已 而是在全美國的各個角落 各個文化 各個族群當中 被攻擊最嚴重的就是我們的學校 現在的學校 公立學校 政府掌控的學校 你的小孩就是一定要知識變性 不可以不接受 我最近聽到最有勇氣 而且最好的文宣 是來自於一個中學生 這位中學生站出來 在公開的場合說了一段非常棒的演講 內容是 為什麼他會被學校停學 各位如果還記得星期四的時候 我們出的影片就是 變性男同學在女跟醫室裡面 遛鳥吐口水都不會怎麼樣 直接打女人兩次才會有處分 我們來聽一下這位麻省的中學生 為什麼要被停學 I never thought that the shirt I wore to school I would need to remove my shirt before I could return to class when I nicely told them that I didn't want to do that they called my father thankfully my dad supported my decisions and came to pick me up What did my shirt say? 5 simple words there are only two genders nothing harmful nothing threatening just a statement I believe to be a fact I have been told that my shirt was targeting a protected class who is this protected class are their feelings more important than my rights I don't complain when I see pride flags and diversity posters hung throughout the school Do you know why? because others have a right to their beliefs just as I know 這邊我暫停一下 這一整段我唯一不同意的地方 就是剛剛最後一段 我們不能給這些自由派更多的寬容了 這些左派的變態 把他停學送回家 剩下他講的東西都非常棒 非常的合理 他說的其中一句話非常重要 他們的感覺比我的權力更重要嗎 他在裡面說 他們在他們教室裡面掛著驕傲旗 我也沒說什麼啊 但是不應該是這個樣子的 驕傲旗就是個徹底的錯誤 驕傲旗是邪惡的 Here I said it OK 驕傲是邪惡的 驕傲旗代表的是一個邪惡 而且是一個錯誤的思想 不管對於人性或是社會 人權都是邪惡的 沒有人有做邪惡的事情的人權 沒有任何邪惡的事情 我們可以被說成是我們的人權的 我們有說實話的人權 我們有保護自己的人權 我們有做善事的人權 說這個世界上只有兩種性別 這個樣子的是事實 是人權 沒有人有人權可以說謊 說什麼有三種性別 四種性別 那Edan 你這樣子不是在壓迫 在迫害言論自由嗎 我們有言論自由啊 我們有允許有很多骯髒的字 甚至錯誤的言論 但是說謊 還有傳達不正確的 不符合科學的 不符合事實的東西 就不是言論自由 特別是在一個學校裡面 一個教室裡面 我們沒有扭曲事實的自由 如果一個學生在教室裡面 被錯誤的思想洗腦 這樣子就是一個反教育 一個學生一個小孩去上課 他在受公立學校教育之前 還知道怎麼樣孝敬父母 還知道不可殺人 還知道男人跟女人的區別 他去上了四年大學回來 他覺得父母是個智障 社會的累贅 社會都不應該有父母 殺死嬰兒墮胎是女人的自由 再加上男人跟女人 他們都分不清楚 這個叫做反教育 他去上學之前 都比他在學校學那些東西好 上學後反而讓這些孩子 變得更笨更愚蠢更智障 更強調的應該是 如果一個學生在教室裡面 能不認同 OK 不同意事實的話 先不用說他被虛假東西洗腦 他就連承認只有兩種性別 都不可以的話 那現在的孩子就完全沒有必要去上學 上學沒有任何的意義 也就是說現在的教育當中 很多小孩是不應該去上學的 我爸小時候告訴我就是 萬班皆下屏 唯有讀書高 最重要的是要讀書 而且讀什麼書 如果影片裡那個孩子說的東西 在我們教室裡面出現的話 請把學校關閉 開除所有老師 把學校產平 弄成一個公園或停車場 把納稅人的地價稅還給納稅人 整個砍掉重練 學校沒有存在的必要 我們學校已經廢除了很多真理事實 跟重要的東西了 我們學校廢除了聖經 就算聖經就是真理 我們的學校廢除了禱告 就算神真的存在 道德真的存在 善惡的存在 是只有現代的進步人士 才會認為說 所有的道德善惡都只是主觀存在的 歷史上知道 而且相信神的存在的例子 甚至文物 到處都是 就是有一群人拒絕看到 OK 這些變性主義 Transgenderism 不是真的 男人不可以當女人 不是事實 不是真的 不應該在課堂裡面 如果這個小男孩 不能穿著那件衣服上課的話 那學校就沒有存在的意義 而父母有責任把小孩撤出學校 教導小孩 不是學校的責任 那個小孩出去社會之後做間犯科 不會有人說 都是那間學校的錯 都是那些老師的錯 他們只會說 都是那些父母不負責任 兒子 沒有一個 沒有一個佛責任 都說自己 誰會のは 閒著什麽嗎 我有一個有關的 I was told that the shirt was a disruption to learning. No one got up and stormed out of class. No one burst into tears. I'm sure I would have noticed if they had. I experienced disruptions to my learning every day. Kids acting out in class are a disruption yet nothing is done. Why do the rules apply to one yet not another? I feel like these adults were telling me that it wasn't okay for me to have an opposing view. Their arguments were weak in my opinion. I didn't go to school that day to hurt feelings or cause trouble. I have learned a lot from this experience. I learned that a lot of other students share my view. I learned that adults don't always do the right thing or make the right decisions. I know that I have a right to wear those five shirt with those five words. Even at 12 years old, I have my own political opinions, and I have a right to express those opinions. 沒錯,他說得很好, 你們不是孤單的,我們不是孤單的, 絕大多數的人是認同我們的, 就算你跟我一樣住在加州的話, 但是絕大多數的人沒有勇氣, 他們以為他們很突兀,他們不想要爭執。 但是律法已經寫在我們心上了, 每一個人都知道什麼是事實, 絕大多數的人不敢出聲, 因為左派無理取鬧,很大聲, 他們的聲音是最容易被聽見的。 基督徒就是要有勇氣,為了真理不妥協, 不然就跟世界上其他的人一樣了。 勇氣是會傳染的, 基督徒其中一個義務就是要把勇氣帶給這個世界, 而且把責任感,目標跟活質的意義帶到這個世界上面。 為什麼呢?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最近在網路上串紅的這個影片, 來自這個中共的TikTok, 就是不過今天這個影片, 我覺得有拿出來討論的意義,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現代很多左派的這個社會觀點。 是個的外國人不太過份, das一點點像中國人不太過份, 這一個人不是的, 這一個中一個人不太過份。 我為了我們一堂集中在那個世界上做的社會上的, 太一堂集中了, 因為我們都會這樣擔心在 wszystko, 每個人都會搶我的東西。 我們都會打傍在每個座位, 每位座位,每個座位, 每個座位都會搶私有每個座位, 因為我們不能做任何的人, 我們沒有社會, all we rely on is people who are getting paid and overworked their whole lives to get things that we need that's not community it's all nothing but a capitalist hellscape that sucks the life out of everyone 關於社會主義跟或者是共產主義 對上資本主義的影片 我做過很多在我跟我太太的這個視頻 PHC 顏值攻略上面有大概有20幾部 是在講關於這個的 那最近兩個月顏值攻略一直都沒有更新 因為我真的太忙了 不是因為我跟我太太出了什麼問題 所以請大家不用擔心 上面的留言基本上都是千篇一律 就是就是罵我們的 就是我們沒有讀書 我們不懂看太膚淺 不懂什麼共產主義 不懂什麼是社會主義 看完馬克思的書再說吧 看完毛澤東的書再說來做影片吧 大部分都是這個樣子的 而且還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台灣人 不知道為什麼台灣人對於共產主義 有非常大的嚮往 但是他們卻都討厭中 I don't know 他們的思想基本就跟這個女生一樣 認為自己是被打壓 自己被壓迫 被強迫在一個資本主義的社會當中 拼命的賺錢 好可憐好可憐 那這個女生的說法有一些問題 首先第一個 現代的人常有的誤解就是對於 快樂的錯誤了解 對於很多人來說 快樂的定義就是有很多 自由的時間 自由的時間的定義就是 你有時間你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那如果這個是真的話就是如果一個人快樂就必須要有free time 的話 那在工業革命出來之前整個社會形態都沒有人是快樂的 因為 自由的時間 放空的時間是一個非常現代的生活方式 沒有任何的文化是有自由時間的這個定義 這就是為什麼沒有任何的字是來形容自由時間的 都是用兩個單詞 free跟time 或是自由跟時間來去創作出一個 崭新的詞 因為這是一個非常現代的想法 那以前的人工作並不是朝九晚五的工作模式 他們對於忙碌的看法跟我們現在就是這樣子 就是我好忙的觀點是完全不同的 我們對於忙碌的觀點就是很吵很煩很亂 是一個工作場合裡面我們的上司要求我們做的事情 我們收到一堆工作的簡訊 Email打電話打不停 然後到處開車到處飛 學生的話就是上課 寫作業 課後輔導 學才藝 這是我們現在的人對於忙碌的看法 但是這樣的忙碌在之前的社會裡面是不存在的 但是以前的人也需要工作 也需要做工 做是一個動詞 工是一個名詞 以前的人也有work Chores Task 他們要為了他們的生存付出努力 他們的生命就是被工作環繞的 一個人不可能過一天沒有工作的一天 當我們想到free time的時候 我們想的就是不用上班 不用打卡 什麼都不用做的時間 也一段完全放在娛樂上面的時間 這個是我們現代的人對於自由時間的看法 什麼意思 就是我們對於自由的時間的定義就是 坐在沙發上面好幾個小時看Netflix 然後手機上面點熊貓外賣躺在那個地方什麼都不做 現在很多的人很多年輕人很多大學生 甚至很多出社會的人都會把時間放在那樣子的東西上面 我也是 我有個很壞的習慣 就是我晚上會拿著iPad一直看漫畫 一直看好幾個小時都不睡覺 就算我知道我不可以偷盜 然後你先放的話 我都沒有付錢 那如果說你沒有小孩的話 你可能就是整個週末就是什麼都不做 但是在歷史上 除非你是個什麼埃及的法老 或是羅馬的皇帝之類的 純粹的娛樂時間 基本上是不會在你的生活當中發生的 說明白一點就是 自由時間的確是一個現代的西方的 資本主義創造出來的社會制度 只有在這個樣子的系統下面 才可以創造出來一個徹底純粹娛樂 而且什麼都不用做的時間 很多人跟這個女生一樣 想要有自由時間 但是卻仇恨著創造自由時間的這個制度 而且就算她已經有很多自由時間了 一個禮拜可以休兩天假 她還是不開心 所以就告訴我們一件事 就是自由時間並不是一個快樂的元素 事實上還有很多現在的數據是可以證明說 有過多的自由時間 一個人太久沒事做 其實是會變得孤僻、自卑、沒有自信 太多自由時間反而是不快樂的元素 那這個影片說到了另外一個錯的地方就是 討厭自己的祖先跟憎恨自己的祖先 仙人 就像一顆樹的樹枝在咒詛自己的根一樣 如果我們沒有我們的祖先的話 我們就不可能存在 不會有什麼正面的生活 也不可能有什麼負面的情緒 沒有仙人的話 我們就不可能存在 我們很多時候其實是要感謝我們的仙人的 他們的生活、他們的經歷 創造了我們現在的生活的世界 他們做了很多錯事讓我們看到 所以可以不用重蹈他們的覆轍 因為他們的努力跟一代一代的智慧 讓我們現在有所謂的自由時間跟享受的概念 我們現在可以有電視看 還有你在看這個影片的手機 還有你現在在坐的馬桶 Yeah 其實很多YouTube頻道就是在 爭取每一個人在馬桶上的時間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們的仙人付出來的努力 還有他們的犧牲 現在他就在貶低他們的過去 然後在這邊抱怨說什麼 工作、辛苦、努力這些東西 就算沒有他們的仙人 他也是絕對會存在的 這些東西是身為人類一定會有的東西 只要是在這個世界上 就一定會存在的生活模式 沒有任何的經濟模式跟架構 可以讓人不需要工作 不需要努力、不會辛苦 你可以去問問看 經過文革的中國人 或是北韓的金三胖的信徒就可以了 但是這個女生不是完全錯誤的 而且他指出來一個非常重要的一點 就是我們現在的社會有非常多 非常多的人活著非常非常絕望 不只是在美國看新聞的話 日本、台灣、新加坡、香港 很多的年輕人認為說 他們是沒有未來的 他們是沒有辦法為自己做任何事情的 他們沒有任何的技能 他們沒有辦法自給自足 而且就算一個人有能力自給自足 也必須要依賴大公司 大賣場、大企業 給他們在生活上面有很多需要的方便 例如能救人命的醫生 還是要用馬桶、還是要去加油、還是要去Costco一樣 這些都是別人提供的服務 同時這也是讓我們人變得更孤僻 我們現在的科技讓我們變得很方便 但是同時也讓我們人變得更孤僻 我們不在乎所謂的社群、community 絕大多數的我們不認識我們的鄰居 我就是這個樣子的人 就算我一天到晚都在呼籲說 什麼要建立社群 現在的科技帶給我們方便跟福利 讓我們的社群建立在網路上面 我們在電話上面 我們的社群在一個冰冷的螢幕後面 在網路上面我們的確可以有一個社群 但是這樣的社群 永遠都會被我們的科技產品限制住 導致沒有任何東西對我們來說是有真實的感覺 這個女的指出來一點非常好 非常棒 我們如果看到問題了之後 就應該著手去解決這些問題 那著手的方式 絕對不是到社交媒體上面 扯什麼一堆都是資本主義的錯 或是跟我現在一樣在YouTube上面 講一堆這些信心喊話 而是要改變自己的生活模式 還有改變自己跟人接觸的方式 還有找到自己人生的目標跟方向 在這裡告訴大家一個好消息就是 現在的社會現在的科技 並沒有阻止我們學習新的技能 或是找到一個社群 或是找到自己的目標跟意義 反而是讓我們可以有理由 有方式來不去學習新的技能 不去尋找一個生活圈 不去尋找自己的目標跟意義 而這個就是這個小女生 跟現在很多人真正在抱怨的東西 現在的社會給我們很多選擇去 什麼都不做 不用讓自己進步 一個人活在房間裡面 每天上網過著沒有意義的人生 但是卻可以活下來 這樣的選擇在歷史上是不存在的 在歷史上如果一個人沒有生存的技能的話 你就是會死掉 如果你沒有參加在一個社群裡面的話 沒有一群人一起生活的話 大概也會死掉 之前的社會原本需要的必要元素 現在不需要了 我們現在只需要一台電腦 一個手機可以上網就好了 現在的科技讓我們有選擇 去過一個沒有意義 沒有目標 然後不用努力的人生 然後很多人就去選擇了那個樣子的人生 仔細想一想 很明顯的 我們不需要種田 我們不需要打獵 我們不需要捕魚 來讓我們有東西吃 但是這是以前的人必須 以前歷史上面的人類 是必須要有的生存能力 現在絕大多數的人 是完全忽略這張技能的 這個技能基本上是從工業革命之後 就不斷的消失的能力 但是我們這個年代的人 我們連炒菜做飯的能力都不需要 大家如果說要安樂死的話 就吃我做的飯就好 警察如果抓到我 我可以有100%的理由 說我是無心的 就算沒有被毒死 也會因為很難吃 然後吐的到處都是 然後虛脫而死 我們的人是可以完全不需要狩獵 種菜 甚至烹飪我們自己的食物 而很多的人生活就是這個樣子 我們的社會 讓我們可以孤單的一個人 活到很老很老 一輩子對於食物的認知 就只是我只要咀嚼然後吞下去 這個就是我們的社會變得多麼的膚淺 還有多麼的懶散 多麼的沒有意義的選擇 但是我們不需要這個樣子活 我們有其他的選擇來去過我們的生活 與其懶散的生活沒有意義的生活 我們有其他的選擇生活的方式 但是我們必須要去選擇那樣子的生活方式 我們基本上是要刻意的讓自己的生活變得更辛苦更困難 就像我 如果我要更了解我自己吃進去的食物的話 我就必須要停止找理由說 我做的飯會毒死人 然後呢 我就要搬去一塊有自己的地的地方 然後我就要自己去種蔬菜 養雞養兔子 學會怎麼樣殺他們 然後不要尖叫 這就是我現在在經歷的學習過程 但是很困難 而且我其實不需要這麼做 我相信每一個人自己在後院種過田的人都想過 我幹嘛去搞這些東西啊對不對 我開個五分鐘去超級市場買就好啦 但是如果你這個樣子做的話 你就會跟這個女生說的一樣 在網路上這邊講的一樣 我怎麼什麼都不會 我什麼東西都是一來伸手飯來張口 整個人活的一點意義都沒有 所以沒有錯 我們可以用另外一個方式來生活 我們為了我們自己創造工作 我們在創造辛苦 然後我們要有勇氣去做這個樣子 而且是要刻意的去這個樣子做才可以 而且要過得有紀律的生活 就算有更方便的生活模式出現 或者有更沒有挑戰人生的生活模式出現的時候 我們要選擇讓自己進步 這個樣子我們才可以學到更多的技能 才能更幫助自己 才能有一個更健全的家庭 更健康的社會 會更有一個活著的目標 這些東西都是有可能的 只是你要不要去做這個樣子的選擇 現在的社會給了我們一個極度舒適 而且空虛的生活模式 我們可以選擇接受這樣子的生活方式 或是我們可以拒絕這樣的生活方式 我們其實不需要痛苦的 孤單的沒有希望的沒有意義的活著這樣子的生活方式 這樣的生活方式不是一個規定 只是在生活菜單上面的一個選項而已 或許是人氣推薦 或許那間餐廳 就是你每次說我不知道吃什麼的時候 店員就跟你說 你就點這個吧 大家都點這個 但是那樣子的生活模式不是唯一的選擇 另一個選擇 只是需要紀律跟努力而已 但是這剛好就是絕大多數的人 包括這個女生不願意付出的東西 這就是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人認為說 自己活著沒有任何的意義 而且不快樂 經過了跟那對母親 還有他們的小孩的interview之後 就是星期五的那個影片 我非常的有感觸 特別是那位叫Oscar的那個18歲男生 他四點起來運動 每天為自己準備要學習的內容 自己寫功課 過得這麼有紀律 然後為了自己這樣的努力 用工作 Work 把自己的時間來填滿 我們Downtown 有一堆人 搭著帳篷 在那個地方說他們是受害者 領著救濟金 吃免費的 喝免費的 然後吸毒 每天有無限的 Free Time 請問他們兩種人 Oscar 這樣的一個18歲年輕人 跟這些Downtown的Homeless 哪一個是快樂的人 AI News整個工作也是這個樣子 我們三個為了這個公司付出 跟工作的時間還有努力 比任何之前的工作還要更多 但是我們拿的薪水是比我們剛出社會的時候還要少 因為這個是有意義的 因為神的國是值得我們付出的 值得我們努力 值得我們更有紀律的生活 現在這個頻道要賺錢其實是非常簡單的 只要我們突然說我們是基督徒 但是我們支持同性戀 我們支持變性人 我們跟什麼LGBTQIAPC++++的人站在一起 我們支持全球化 我們支持共產主義 然後就可以有好多好多的組織是可以申請補助的 是有好多好多的企業是會給我們廣告的 只要我們支持性氾濫 只要我們扭曲聖經 只要什麼都用愛大於律法來解釋 只要我們變得跟世界一樣 生活就會變得非常非常容易 但是我們選擇努力 我們選擇紀律 我們選擇真理 我們選擇神給我們的快樂 跟神給我們活著的目標還有意義 因為這個才會讓我們得到真正的快樂 感謝大家收看 我是Edan 更多美國情報 請持續關注AI News 不可保持人的快樂 封建 感谢观看